当然我们可以有时间去大自然里面 我们除了鞋在草地行走下 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城市人工作这么繁忙的时候 其实现在市面上已经是有一些接地器的产品 在我们的健康店 这里有很多的客人买了回去家里 每一天都可以接受到这个接地器的治疗 接地器的产品可以在我们陆创意的健康店 可以买到的了 联络电话是28824848 以下节目内容 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与本台立场无关 各位网上听众 你们好 我是袁大明 很高兴今晚又能和大家一起探讨一些 香港近日发生的事情 或者一些正在困扰香港的问题 我们香港出路这个节目的目的 是希望为香港尋找一条出路 一个能够真真正正解决到问题 我们不只是希望和大家一起大肆批评一些事件 或者政府机构 或者某人对某事处理不当 大家大骂一餐 发誓一轮就算了 我们希望能够深入讨论问题的根源 了解问题的来龙去物 同意提出一些具体性的解决方法 和我们作为一个香港人 其实有些什么可以做得呢 今天和我一起讨论这个题目 有邑永仁先生 李特他是一位全户的工作者 和一位刚刚回来香港没多久的 加拿大回来的脊骨神经科医生 何佐志 和王岸言 大家相信都很认识王岸言 他是前香港法律系的講師 好了,我們今天想討論的問題 相信大家都有機會在報紙上看到很多 就是最近公務員的加薪這方面 很有趣,這件事我都覺得突呆一呆 因為沒多久之前就有一個調查報道 報道就說香港公務員的工資 跟外面的市民人工其實都差不多 大約都不會多過五成 所以就認為公務員的工資就OK了 就是不用減了 那頭講了沒多久 又有另一個報告出來 這個報告的結論又完全不同 認為香港的公務員的工資 跟現時的香港經濟成長的 外面的一般人的工資 可能是比不上了 應該是要將他們加幅 加幅的程度 竟然高到三成 我就呆了 沒有多久之前 一個政府的報告說 大家的工資差不多 不用加不用減 但是那個報告就說 不夠了 要大大來加 他第一個調查是整體公務員的薪酬 那他這個 以我所理解 他是調查那個 新入職的工務員 和外面的新入職的行業的比較 那他這個加到高至三成 就是新入職的那個 那個跳點 就是那個起身點 那你到 以前是壓低了 幾年前 政府的說法就是 前幾年經濟不好 那 那些入職的那些 是低了 商界那時候都低了 即是說同工不同筹 即是同一種工長 那有些 譬如在九十年代 或者 或者再早點 那些入職的那些 他們的人工 就高過 那些新入職那些 但是 大家做的事情是一樣的 如果他不加的時候 就吸收不到好的新書 我想那個理由就是這樣 是的 那個理由就是這樣 其實呢 明報就有一個 幾詳盡的分析這個問題 他說調查方法 好像變魔術那樣的 那將公佈的薪酬 扭曲來此高 那他說原來 第一次那個調查報告 就是上個月的事 他說 他還有一種叫高中低 五個不同級別的 公務員職位的薪酬 和相關的私營機構的薪酬 指標作為比較 那由於政府不超過5% 因此就即使有個別的 薪酬高於私營機構 但是因為在政府差距之內 所以政府就決定不減他身 其實他是用五組 即是高中低的做法 但是這次的調查就不是了 他說就用回以往一套 把公務員的職系 分為12個資歷的組別 不是再用一些 所謂政府不超過5%的 平衡的方法 即是遊戲規則不同了 即是他用了 這些是政府找顧問公司的好處 沒錯 他可以做高給你 做低就行了 這個就是這樣 不用研究太多了 我相信 還有這兩天 政府都放風 他這個加三成 最高加到三成是那個起身點 但是整體公務員的人工 政府放風是準備加2-3%的 是3-5%的 還要3-5% 在這樣上下 即是立法會是應該會過的 我問過一些在職的人 其實都挺過癮的 即是你說很爽牛不是 但是就恨死很多人 即是你可能今年呢 今年的市道就要爭好人 就要好一點 剛剛只有4-4% 但是你說以過去幾年來講 還有我想很多人願意選擇公務員 比較穩定 這個優勢 我記得好像我那時在海外 聽見不是人否於事 而是視乎於人 即是回歸以前 就算是20年前我做公務員 即是你一個位置 閒冷地是超 即是申請來講 超了千幾兩千倍 即是開幾個位置幾千封信 即是一兩千人申請 就是幾個位置 這個是20年前的情況 一向都是 那時候不是那麼難考到的情況 也是 那現在呢 現在相信 現在就不知道 這一年可能不是 但以往一向都是 你估計會不會一百 一二百個人 不不不不 你開幾十個位置 二三十個位置 都是幾萬封信 幾萬封信 一定是 這些大機構是這樣的 即是你完全是說 適合工作 那樣 你有一個Degree 那樣 看好一點 做E.O. 即是Officer 那一間大學 都一年 都加了幾萬人 那麼幾十個位置 每個人都上來做 證明你是不是 即是 如果你用市場規律 就是證明 你便宜一半 可能也有很多人 沒有 他不是跟市場規律 我看回我中學時的同學 大家的成績都差不多 如果你入政府的 那個薪酬 就比你入商界的 很top的 差很遠 即是商界高 商界高很多 當時商界 現在也是 經常都是這樣的 現在也是 即是商界那些 你是人盡其彩 你幫公司賺了很多錢 有公司給你很多錢 這是一個 高級的投資 我看回我自己 學校裏面的同學 即是我們認識的 成績都差不多 很簡單 現在一個大學畢業生 現在出來市場 一般來說 一萬多元 但他應該EO那些 六萬六七 即是未減薪之前 就只有兩萬多 兩萬多 一個Degree 但你說是不是很高 如果你比較 就說精英 去律師行 去計師行 其實那些Master Dickens 他不跟市場規律 你學師 他都給你四萬元 你不花錢 你不太好 他覺得你賺的錢 比他給你多 他很樂意給你 他有調查 他有調查 例如外面 外面有些線人館 他當然這方面 有足夠的數據 其中有一個律師行的合夥人 他說 一般律師行需要的人 以中小型律師行為例 顧用一個十宅新的月薪 大概一萬元 你說律師行 當他學滿師之後 就掛牌到期 月薪會大概兩到三萬 如果有三到五年的研資 月薪才大概三到五萬 即是說 其實現在私人的律師行 裡面的人工 是遠遠低於現在他們所說的 政府的律師 差不多接近四萬多的人工 還有明報也有說 四大會計師樓 他們的起身點 大約一萬一元 所以 只有一萬一元 所以 剛才George 你說入商界那些 很高的 我告訴你 容許我講 我的老闆 是講幾百萬年薪 你不可以用這些去講 大哥 人家是在幫公司賺多少億的 幾百萬年薪 當然是很濕碎 但是你政府做不做到 你那班人 又要這樣說 你政府很厲害 你專門找這班人來 你不要找匯豐大班來講 不是 他是這樣給的 那些首長級是給的 嘩 你做的事好像不太好 政府不是生產機構 你要知道 他不可以說是賺錢 根本沒得賺的 沒錢賺的 政府 不是那個邏輯 各個性質完全是不同的 政府工有政府工的 很特別的地方 政府工起碼是貼飯碗 很難被人炒的 你私人公司的工作環境 完全不是這樣 你不可以這樣來比 你可能今年三百萬年薪 下一年是沒有的 是啊 可能很快被人炒 政府也是炒不到的 很難炒的 是啊 所以你根本就不可以這樣比 如果你比了 有很多地方可以比 是吧 好 我先講一下 不好意思 交給你說 一講公務員 我對公務員 就無意有什麼貶低 放事實 放事實 說道理 OK 你說要加工 OK 香港這十年八年 陷入是香港經濟有史最惡劣的時候 是 全香港的市民 打工仔 說的是這樣而已 四成 一半 算了 好說那麼多 四成嚇到人 事實就是 兩成 我老婆 兩成 她是一個很大的積屍樓 全世界有數這麼大的 數一數二 兩成 那就是大機構 是吧 兩成 嗯 當時 公務員減 減人工 6% 你又討價還價 又說自己低落 咬了一輪 6% 分三年 還要分幾個 還要分好像 兩次還是三年 是 減的 你不要忘記 公務員 會有跳潘的 每一年自動跳潘的 是吧 王兄 自動增生點 有十幾年 規矩加的 規矩加的 十幾年的 一直這樣加下去 一直這樣加下去 加到頂身點 是啊 你跳潘 私人公司不是這樣做 跳什麼東西 加你人工就有份 沒有 我當時做 馮屋事務助理 現在叫做主任 嗯 多少個潘 十六個潘 十六個潘 我等十六年 每年都會 跳到頂身點 跳到頂身點 差不多一倍人工 不算通脹 每年調整 是多了 是啊 你明不明白 例如今次 立法會通過 加3至5% 你是另外還要跳潘的 其實是很厲害的 每一年加工 你明不明白 很厲害 我當時不在香港 那時候肥棒 他最後任總督的時候 他是不是很有心地 分析太平 為英國留下好印象 把公佈的工資 做得很好看 做ICAC 把整個香港 clean up 不是他 不是他 有很多時候是韓太 他那幾年經濟很厲害 很厲害 所以他算是 跟足通脹 跟足這樣加 他又沒有特別多 但因為以前的基層很高 是呀 已經有基層高 所以他一直加下去 香港政府公務員的 薪酬其實是 是偏高的 已經是數一數二了 不是為何有這麼多英國人來 是呀 是呀 離鄉別井來打工 不是呀 我想強調一點 我無意對公務員 有什麼偏見的看法 但是 香港最差 最差的十年八年 當時 公務員經常說 士氣低落 減你幾個百分之 士氣低落 這個是對 我覺得是完全不可以接受的 即是他有什麼證據 即是說 公務員士氣低落 有什麼證據 因為公務員 工作不夠 家人手 要我做得多 事 那是不是有公務員 因此大量離職呢 有沒有這個資料 有沒有這個資料 輕輕是有些 有些多 但是不多 有些在外面有market 醫生那些可能會 是吧 也有人 也有律師辭職出去 找多些銀 或者是建築師 都不多 那些 即是你說 如果其他那些 沒有一個相同公眾 被行政那些 行政級別 那就極少走去 除了移民 結婚 不做 因為他們的理由 政府公務員 從事務局長被處長下 他都解釋了 原因是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因為 剛才所講 那麼多年來 新水沒有加到 凍結了 所以 現在市面的經濟好 他們的士氣低了 還有 又說要建築人材流失 就是說 這是原因 所以 我也想知道 現在政府公務員的流失量 大概是多少呢 還有 我們外面的大機構的流失量 要比 我們要比 要比很多方面 一齊要比 你不可以就這樣 薪酬去比比 你有沒有說 那些新聞沒有什麼 沒什麼 沒什麼看都沒有 流失那裡 就真的沒有說 你說他們 怕他們 流不了他們 其實是很少 大家想知道 大家想知道 你不如再給炒人 魷魚的比例 整年都是幾十個 16萬人整年 炒到幾十個 即是很嚴重 又不上班又不成 有些可能是病了 不行 或者是刑事罪 或者是犯法 幾十個 一年 多複雜 即是 他講而下之意 即是說 政府公務的人工 是越來越不吸引 好 很有趣 他跟著報紙也有調查 問那些市民心聲 問他有沒有 誰反對 誰贊成 其中 這個在星島日報裡面 應該 有一個反對的陳先生 他說 公務員的入職 那個薪酬 是福度過高了 增加率太高了 以給行政主任的入職薪酬 增加到一萬九千多 差不多加了四千多元 福度太高 不過 他有興趣加入政府 成為高務員 這是第一 第一 第二 讚成 讚成他家人工 這位是梁先生 他說讚成 增加遠時公務員的入職方案 不過 都是認為加幅太大 還有私人的市場 又缺節了 例如他私人的市場 大學不移身 入職只有一萬元左右 現時 政府的架構之下 只是中七學歷的職位 在新建議裡面 入職點差不多是一萬二千多元 他都指陳出來 跟私人的真正市場 其實不是這樣一回事 還有一位 又認為贊成 陳小姐 他認為贊成有關公務員加薪方案 原因是 因為很久沒有加薪 所以 加幅較大都是合理的 因為公務員的工作 本身較為穩定 再加上新方案的 十分吸引 因此 他也考慮成為公務員 你一方面說公務員的士氣低 怕一些人流失 但是 一般的香港人 大家都想做公務員 為甚麼呢 我覺得很奇怪 為甚麼大部分人訪問了 即是我們香港快變成共產主義 個個都幫政府打工 我記得 有一班同學 他們移民潮 有些做校長 做政府工 那些 他們移民了去外國 每個人都說 嘩 那些薪水這麼硬的 加拿大的薪水 所以不用做了 沒有心理做了 所以他們全部走回來 是呀 但是他們這樣走 都拿了筆聲 我不知道 總之他們覺得 一比 嘩 加拿大的薪水 這麼硬的 稅率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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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呀 哈哈 你看他們開的車就知道 那些車都是爛融融的 真的假的 我想呢 要止塵那個 就是那個point 譬如公務員經常說 士氣低落 那些 又沒有人工 就是又沒有加過人工 市場都現在 普遍都加了人工 不要搞錯 私人市場現在加了人工 不是真的加了人工 我經常要強調 當時保守 是減了20% 現在都沒有加回去 嗯 沒有回到老家 就是 一是加 就是還要 還要拿一下才加7% 普遍就是加2-3% 2-3% 你叫做好一點 就加7% 減就減20% 有些是減四成 黃興所說 即 即 那些人都還沒有回家鄉 其實 普遍的香港市場 是還沒有回家鄉 是的 是一些很特殊的一項 譬如你現在 那些股票啊 那麼興旺啊 炒到這樣啊 那些人 就是 叫做 佣金 因為底薪也不會很高 但是佣金那裏很重要 就是這樣而已 以及從事金融行業那類而已 那這不是政府公務人員的工作性質嗎 完全是兩回事 但是他們是調查這些 是的 還有呢 政府統計署呢 是來得很密的 去這些大機構 來調查的薪酬 是這樣的 現在他們說 就大概每三年做一次嗎 希望 不是的 就是理得很密的 政府統計署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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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常調查的薪酬啊 那些 嗯 其實政府是知道這些 一定是 這樣 拿了數據才可以做的 那些 其實這些 很難接受到 譬如一個 政務主任AO那些 AO就是領導人來的 不是 你二萬六千幾 這個 這個 升到三萬三千幾 還有得跳point又成啊 這樣 他都不是志在那個 那個升 他兩年平均升了 就是AO那些 那你又跳point 就是很厲害的 沒有誰會升到十多萬才退休的 做AO級 但是AO很少 香港幾百個人 好少 一般十六萬都是 其實AO行政 還有下面那些 所謂的 就是那些 政務級 還有我想強調 這次政府說 增加那個增薪點 就是那個入職的增薪點 它是為了 所有跟政府這個體系 資人工的 供應機構 還有那些資助機構的 大學啊 社工啊 那些 全部都是的 校教師 是的 全部都是的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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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垃圾人都幾 總之呢 大概二萬二千人 到 沽級到的 就是由那個二零年初 入職那些 當時的人工 掉下了 大概會影響到 一萬二千二百名工務人員 會影響到他們的 有一點呢 我很想說出來的 就是 我在外國 生活了那麼久 回到香港的時候 我發覺呢 香港一個最大的特點 就是 它的效率是很高 但是呢 很多人 好像機場 好像全世界第一 但是呢 外國那些機場 沒有那麼多人 服侍你的 很多事情 你要自己做 香港人不是 什麼都有人 服侍你的 差不多 所以 那些 就是 需要不需要請這麼多人 這個我就 真的不知道 但是呢 因為這麼多人服侍的時候 那個效率價格高 比如好像 滿身分證的時候 在外國 哪有這麼快趣的 也不需要這麼快趣 滿身分證 在這裡很快趣的 我第一次換 17歲是很慢的 到我最近 是又舒服 那個office又漂亮 又很專業的 就是 哪有這麼多人 你知道嗎 最近呢 在蘑菇佛呢 排隊拿passport 排了長龍 就是圍繞的 幾個vlog 為什麼 因為 突然間 美國說 要加拿大人 到美國 要拿passport 一早就知道的 很久已經知道 但每個人都懶去 啊 哎 要去美國了 去拿passport 那每個人都用了 去拿passport 講到這個 香港人的工作效率 是高呢 這個是 世界公認的 人多 那些人多 曾經呢 有人做過 調查 很多的 那些 expect 在香港做過 生活過一段時間 然後回到他們的國家 那他調查問他 他認為 最欣賞香港的地方 最密集的 什麼呢 香港人做事的效率是很高的 這個是真的 有機會去澳洲去做 嚇到你 簡直嚇到你死 我聽我妹妹的經驗 我簡直想不到 他實在經驗是這樣 每一件事 你會重複四五次都做不到 這個是一個香港 一般人都是這樣 那不關公務員的事 不可以說公務員 你剛才說機場 機場我肯定 不是公務員的地方 例如郭泰鴻公司 例如 身份證 我未見過這麼有效率 見過這麼快 這麼好 一方面 香港人實在量幾多 你要成這麼多百萬人換 一個這麼小的城市 你沒有這樣的效率 可能會挺頭痛的 你是需要 很刺激 還有現在拍照 拍得好 以前的照片 每個人都大賊 我不明白 當時的攝影科技 不是那麼差 但身份證 每個人都拍得大賊 我經常不了解 不是 為什麼會這樣 這個專家 要糾正你 大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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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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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張相片是這樣的 真的怪的 我不明白 當時的相機不是那麼差 不是啊 你明白 明明知道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那些人的操控 因為他們是用手拍的 每個人都用手拍的 當然是用手拍 那些人不是那麼經典 那他怎樣呢 為了一定要拍到 他用一支 歪鏡 歪鏡一定能拍到 你明白嗎 我明白 拍一個人的人頭 還會用歪鏡 不是啊 他只是黑暗 那些照片 那些照片 不是啊 這點也算是圓一點 的 那他歪鏡 會什麼都拍完 起碼有東西 馬上不停 所以就會撞出 那一個頭都要用歪鏡 是啊 他用歪鏡 是啊 整支歪鏡 他來自小粒 撞出來 放下去 但是歪鏡 將你的臉 變成有型 那不是一個責任 不是一個責任 不是一個責任 不是變得很厲害 但起碼可以拍到東西 那政府 一定有很多攝影師 他都會說出這個問題 即是他为了实德 但现在就不是 怎会不得你坐在那里的 你不是走去捉你 现在他不用 因为他拿了数码镜头 立刻看到 立刻看给你选择 拍几张选择 给你选择 以前从来没有选择 我始终觉得当时我也很差 为何要这样 香港的科技 政府的科技真的那么差 好了 我们休息一会再继续 althshop.com.hk 可以继续了 在今次的人工的调整里面 有一个很特别的做法 即是他在200年的时候 有4月1日入职的公务人员 有12,200人里面 当时的人工是调低了 现在就想着要补回给他们 即是补回给他们 可以这么说 其实受影响的人是很多的 补的其中 譬如小学位的教师 起身点要加他四千多元 有人提出 四千多元是很多人的 基本人工来的 他只是加都要加回去那么多 好了 只是有六 即是有几百人左右 例如技工 汽车司机 这些这样的人工 是维持不变的 即我很想知道 一个大的机构 有没有这些同样的例子 一个大的机构 当他要调整人工的时候 即以往聘请那些人 就要同时全部要帮他补回 我们是说万多二万人 即要这样补回 这些这样的做法 因为我经常想和私人的机构比较 我就很想知道 到底我们有没有私人的机构 是会做这些这样的事 因为调整了 所以以前的早日职的人 就全部加回 这个我觉得 我估计只是香港政府 才会这样做 那Dr.我回答你 是没有的 是没有的 哈哈哈哈 是只有 是只有把贵的人工炒掉 又有些便宜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即是 他现在是说 那班是 香港经济最差的 聘请的时候 他起身点便宜了 一万二千二百人 是的 但是他入职那班 就贵了 是的 哈哈哈哈 那你私人机构 即是 容许我说 即是我太太就 拿钱 他是会计师 一间大的职丝楼的会计主任 是的 免得说哪间 是的 是 就 贵人工那些都炒掉了 哦 即是他们的做法是这样的 不是在现在 在当时 即是恶劣那一阵 即经济恶劣那一阵 即是 裁员 是炒了一些贵高的人工 请一些便宜的 就是这样 那跟政府的做法就好像完全不同 即是跟政府这个做法 就是補回它 那些不是他的钱 是不是政府工不可以炒的 是的 不可以无端端炒 是的 那他说呢 受影响的人 一万二千二百人 只是一千人的薪酬 是维持不变的 就是私基技工二级的工人 这种做法 我真的觉得 是私人的机构 是从来没有这样做的 这是政府的机构的特色 所以我们这么强调 要跟私人机构比 就算比起里面 其实根本不是一回事 好了 很多人都了解 这是一个政治的动作 你看到很多政党都赞成 有几个政党 例如民建联 工联会 都很赞成这种做法 给人一种感觉 我们经常说 我们香港有一个结构性的问题 其实这是一个很严重的结构性问题 因为人工不只是今年加六亿六 这么简单 是以后都要继续六亿六去 既然说 最近收入多了很多 仍然有多了成五六百亿 所以六亿六就不多了 但他知道整个游戏规则不是 如果我们的公务人员 需要的时候可以减 有机会的时候可以加 这就跟私人机构的性质相似 大家可以比 但你应该看到 其实香港公务人员的工作环境 以及工作的稳定性 根本跟私人机构是没得比的 所以大部分香港人 如果有机会找工 首先他都会找公务员的工 所以他刚才所提出的原因 说你公务员士气低 会流失 但我觉得没有任何资料证实这件事 很多人说 这个根本是一个政治的动作 有钱就大家派 因为钱又不是他们 又不是股东 是纳税人的钱 罕纳税人一概 没什么所谓 我在这里想引述一下孙柏文 我想孙兄也不会介意 他怎样形容这次的加薪 他等于一间上市公司 他类似八十年代 香港的上市公司 或者美国这些上市公司 那些是股东钱 那就是吃股东钱 有钱而已 把高级雇员 所有雇员加到最高人工 又买私人飞机 又坐头等 政府类似这样 像孙柏文那样 政府好像一间上市公司 上市公司吃工 吃股东 我理得你 那就照顾 有没有可能加薪 他本身是公务员 当然 自己确定加不加 加自己 这个问题真的很严重 但其实是一个 杯日总的问题 我们大家都知道 香港人的人工 全世界来比 是属于相当高的 香港公务员人工 亦是相当高的 还有Dr.我引述 我们政府的支出最大就是人工 是占了七成的 是七成的 所有政府 多数都是这样的 人工是最贵的 占政府的总开支七成 七成的 人工的支出 大学也是 大学也是 人力资源为主 是啊 七成的 这个新报 有个数据 不知道准不准确 他说 香港公务员有16万 每年光是新筹开支 已经高达650亿 已经占了政府 财政支出的三成 我觉得这个数据 有没有问题 这个绝对有问题 不是三成 他公务员 但是他 我 我需要强调 他可能这个数据 没有错的 他只是说公务员 但是 都说很多资助机构 是跟公务员 这个资深体系 明不明 比如你 教师呢 社工呢 香港有成四十万人 是靠政府出粮的 就是 那个是去到七成的 OK 就是大部分的政府的支出 是在人工方面 香港教育五百多亿 医管局呢 医管局呢 医管局 医管局 三百多亿八成是人工支出 明白吗 这是事实来的 好了 教育呢 五百多亿 又是八成 七成 七成是人工支出 七成 明不明白 他可能没有说错 六百五十万 只是那十六万 只是那十六万 还有那二十七万 OK 好了 香港的公务员人工高 其实有背后的力小原因 是吗 以我了解 基本上是因为 要请英国人来工作 当年 当然要给好些工夫 在早家来到植民地工作 你也知道 假期很多 是吗 很多 他要回早家 一年 所以一定要有的 但问题是这样 如果你只是给英国人 那你华人没有 那就有个平等的问题 所以 他就变相是要提高公务员的福利 人工 普遍偏高 OK 以往其实有历史因素 例如房屋津贴 在香港我有屋住 你也有屋住 你为何做政府 就要给你津贴 其实没有理由的 为何不在人工里面 你喜欢怎么没有也行 搞到这么多教授都要去犯法 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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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就是 我在外面飞来做两年 我没理由买屋的 好了 你的租贴 那就要租贴 那便要租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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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便很高津贴 那便要租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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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外面去 也要求贴 很多是英国来 当时是 要交好福利 给他 那当时也可以 就是可以 geri 人家是外国来的 那现在便没有 其实1997后 开始减的 但基数更大 即是要承贴 你拿去人家的正经 即是挺可憐的 即是一会想 开了个头 以前一定是这样 那你怎么减呢 你现在要开大茶饭 现在要吃完好小物 即是你连年加工 你不加就不加,你还减了几个百分比,那当然是影响士气 标准不同,这是历史围络的问题 我刚刚去了一个星期日本回来,我有一个印象 我见到那群日本人放了工后,仍然是精神逆异 日本人都很努力的 但回来香港见到绑络工之后,人都已经做了一份职 很奇怪,香港人很高,但做得很辛苦 不是每个人都这么高,每个人都辛苦 他的印象就是这样,工作时间很长 现在公务人员大部份都做五天 今年7月1日之后,买头变了五天 都是轮班 不是,看哪个行业 有些部门 听闻,我公司的同事安排去上海 发现过去,通常周围的包装是比较贵的 但最近很多这样的星期五晚,星期日 这些包装是很多的 大家估计什么原因呢 因为香港很多公务人员 有两天的假期 就有很多这方面旅游的套餐给他们 很多商界的没有 我们觉得始终我们要比较两类的工作 即是香港的私营机构和政府机构 其实我们根本很难直接比较 很多地方不同 公务人员基本上只能够加不能够减 大家都知道的了 过去减不了他们,但只能够加的 还有公务人员只可以继续来招兵买马 就不能够炒的 这个又跟一般私人的机构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一个铁饭碗 其实好像是金饭碗 不是只是铁饭碗的时候 工作时间又短 他的福利又多 子女的教育津贴 两三个月假期的一年都有 不是公务人员 看职级越高越多 是的 他假期的时间又多 又有房屋进天 我始终大部分人都知道 香港公务人员的工资 比一般市面多很多 我记得也不是很久之前 几年前有一个外国人 一个记者 他做过调查 他发现一般同级公务人员 和一个私人机构 差不多高成200多个百分比 当时有人侧疑他这个数据 不要说什么了 自己政府给我们两次的数据 竟然结论是完全不同的 第一个数据说和差不多 不用减他们 第二个数据说他们低很多 要大量加 加到三成 跟着就要加深3-5% 其实在整个过程里面 内部的人都已经知道 因为原来在调查 薪酬委员会里面 在做的工作里面 政府方面 不断有些暗示给他们知道 现在外面的市场 私人机构 福利就已经开始越来越好 热言下之意 最好你做出来的结果 就要令到政府公务人员 有人工加 就像刚才黄外言所说 其实你要什么的报告 你都可以安排得到 因为始终做调查的人 是受你的人工的 俗语有种说法 哪个人出钱就点那支歌仔唱 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当然我补充 政府的洗肺 就是他们的支出 养这个政府 是跟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 20%来 现在? 即是他们打算这样 是不是? 前几年来说 应该跟着这个标准 是不是太多呢? 不超过20% 但是 如果国民生产总值升高 那就跟着了 跟着这个支出 就是会加大 一是一万三千多亿 那现在的比例 是不是又少回到 是不是? 问题是这样 我觉得呢 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准则 没有问题 但是问题就是这样 我们只能够增加 不能够减 是呀! 不能够减 即是你做不到 你不可以这样做 国民生产总值不是一定会加 这十年的 经济的重创 为什么? 就是当你跌的时候 你不能减 你又不能减 这个游戏不是这样玩 是吧? 就是你不要有 就是赢又是你 输又是你 输又是你 就是你都说了 这个游戏是不应该这样玩 理论上是减得的 但其实呢 很多的自由党里面的 立法国议员都有提及 其中的游客华都指出 其实这种这样的加薪呢 其实影响的是什么呢? 是中小企业的运作 是的 我自己在香港开诊所 八七年开始 我看到一个很普遍的现象 我们早期呢 我们请人呢 我们还可以请到一些护士做事 我以前洗箱中心里面 差不多曾经请过五个注册护士 今时今日 你根本不可能 我想香港私人诊所呢 不要说注册护士 Nursing student 那些都不应该 登记你都不行 登记你都不行 登记都两个 登记都两皮 这个现象是怎样出现呢? 刚才 譬如自由党杨孝环 说出这个比喻 是很对的 因为在医疗架构里面 真正正正已经变成这样 由医管局 初初香港的公营医疗 开始由五十亿开始 好了 跟着就要合拼了 大家要归纳医管局的行政方面 怎样去号召群雄呢? 房多些 给钱 是吧? 是吧? 由五十亿呢 短短十多元 就变成多少? 四百亿 好了 你看到现象 根本在私人的医疗机构 诊所里面 你根本是不可能请到任何 受个专业护士训练的人 因为我的薪金已经扯到很高 所以呢 这个这样的顾虑下 中小企业 怎样去生存呢? 这是一个真正的要考虑的地方 不是啊 你政府这样呢 大幅这样加人工呢 你外面 你外面那些 如果你大的企业啊 上市集团啊 那些可以OK的 他都可以给到的 因为他可以减到嘛 是啊 但是你其他中小企都要聘请人的 那怎么办呢? 就是 你变得相对的 那些中小企就不吸引了 如果还有失业率呢 还可以解决的 还有些人会做嘛 是啊 如果失业率再跌呢 那变成了 就会扯高了那些人工 迫着都会扯高 那么中小企的生存就困难了 是啊 这个想法应该是这样的 就是理论应该是这样的 是啊 还有 还有 我经常有这个想法 扯高了人工 市民有没有得益啊 我就不觉得得益啊 大佬 租金 哇 要命啊 真是 你说有没有得益呢 因为他们都是市民来的 有些地方 就是得益的 地产商 是啊 即是能够拿 人工的八成去供楼的呢 我试过啊 因为我以为一定没有事的嘛 那时候 那时候 每年通胀是十个百分比商的嘛 我第一次买楼 三十多万的那时候 多数我都是 八十个百分比商去供楼 没问题啊 第一年真的 整晚都省住了 真是蠢的了 但第二年就已经够了 加一个point 加十个百分比商 就是人工 一个通胀会吃掉它嘛 那本来第八个比商 第二年已经跌到六十五十个百分比商 第三年就三四十 那一路跌下去 就是比例 是会是这样的 当时九十年代买楼 我九十年代买楼 都是这样想的 和老婆 是啊 是吧 是啊 几年就吃了通胀了 所以用到尽量都无法 对不住啊 我不是八成的 我九成的 九成的 九成人工 是啊 九成人工 就是买楼 这个是全世界香港的独特的 但是你如果不是公务员 其实就不敢这样做 不是 就是当时都很劲的嘛 九十年代 不是不好劲都不怕 至少我份量基本上是这样 你不会被人炒 我勉强强争存到 我就占掉下去 买楼 是啊 所以你现在的楼价这么高 加一些给公务员 等他买楼 等他买楼 等他 其实有些这样 我自己觉得 其实本来是有些这样的 有些这样的事情 是支持着 基本经济格构 就是那时候 梁锦祥说 减少人工呢 其实是会 就是 令到楼市再跌的 就是 基本上 外面已经多人没有钱了 可能有些公务员 都因此而 不供下去了 这样 破产了 这样 其实是影响的 而且起码不敢买楼 我也听过有人用这个方法 其实没所谓 钱就多些钱流通 但我看了一本书 我觉得香港人应该有机会看看 就叫 Economics in One Lesson 其实一个听众 是介绍我看的 我看了一本书 那本书 很简洁 是将我们很多现代人的 经济问题 是很清晰分析出来的 这种理论是不合理的 为什麽呢 因为这笔钱 是我们纳税人拿出来的 譬如我们拿多50亿出来 给公务员去做事 等他们来再重新 为什麽我们可以用这50亿 给香港其他人 他有这笔钱 可能他生意方面 投资方面 多些松动些 他亦都可以用的 为什麽一定要给公务员 帮我们这个钱流动呢 为什麽不给香港的人 那50亿回给香港人 香港人做小生意的 中小企业的 有钱去将公司来再发展 即是狮子山后会的看法 如果政府水浸 便减薪冬税 即是钱一样可以留回去 即是我们不一定要这样去做 还有好像有些基建 即是这本书也讲 很多时候政府 用那些增加大型基建 来刺激经济 如果这个经济是真的需要的 没问题 如果你真的需要用桥 你需要这样的特别的道路 没问题 但如果你根本没有需要的时候 这个浪费便浪费 不论你制造就业 其实是不合理的 因为如果你把钱留给市场里面 市场有很多钱用 一样可以自己经济 是吧 我始终觉得 即是私人市场做这件事 制造是少过政府的 其实都类似共产的 差不多 其实香港 中国绝对不是 不是 施子山后会经常用这个点 共了它 即是被政府去共了 然后它去发版 通常都是效率是最差的 那种做法 香港政府奉行小政府大市场 自由经济的原则 其实你看到很多时候 开始大 不是做这件事 完全不是做这件事 那本书很好 那本书叫做Economics in One Action 其中一个听众 我们香港出路的听众 在诊所见到我的时候 他曾送了一个CD本书给我的 我听着听着觉得 咦 不过瘾了 我马上去Page One 买了一本 我就看到 其实真的很棒 叫做Economics in One Action 好 很多很多的 即是很多我们看到的问题 是那本书解释得清清楚楚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 经济的政策里面 往往是看表面 一小绝人的影响 而往往疏忽到 是其他人 同时给他影响的后果 会怎样 其实很多政策 经济的政策问题 出错点 往往是这种方法的出错 好了 其实我还想看看 香港人工是高 香港公务员工是高 但是很多时候 有个香港同一个 遇到问题 香港人工虽然比其他国家高 但是香港以这样的人工 在香港生活 简直我都 我觉得是非常难的 是比较非人的 一个大学生 一万多元人工 死了 扰不了自己 扰不了自己 如果没有妈妈在那里 黏着就不行 没有老爸 给特楼钓着他 是不行的 不够 不够 这是一个 不要说 不是大部分人都是的 医生 还有政府贷款那一笔 是的 我正在够十几万债 我已经少了 你快做东西 快还了 就算我给你 律师的四万元的日心点 AO 没有点 其实那四万元 我见到私人市场去做 你能够做得什么呢 如果你说要养老婆 或养小孩 其实你都不是真的很富裕 当然 当然不紧要 它有很大家屋 政府准备给他们 所以根本可以看到 整个 背后的问题 就是 为什么香港人工要扯得这么高 为什么 而我们这么高人工之下 我们的生活质数 是很差 是很差 很差 这个我觉得 我们一直要考虑的问题 我最近 在报纸看到张炳良 他是一个在民主派里面 被邀请入行政会议里面的成员 我听到一件事 我觉得这个背后 其实大家要留心 他说 他进入了这么久 他发现他没有什么做 没有什么做 其实我们香港出路 常常很强调 香港很多问题 很多人结果看到的问题 都不知如何入手去改 香港人工所谓已经高 但这个人工 在香港来说 根本所得到的生活质数 简直是 就是 一点都不见得好 有一个现象出现 香港的公务员 你看到 怎样呢 在香港就是一个赚钱地方 闭上眼 生活质数不是一样的 住小屋 我们的环境 一做完之后 就退休了 退休去哪里退休呢 加拿大 回大陆 澳洲 加拿大 澳洲 加拿大陆 回大陆 回大陆 你可以看到 这是很悲的 香港的人 这么高人工 但香港的人 是不能在香港生活的 以这么高人工 香港是一个热窝 在死谷死谷死谷 你表面就是一种假象 你砌吧 有些人赚到钱 但最终 你是根本不能在香港享受 我觉得 其实香港要改 很多东西是基本上要改的 是很基本上要改的 我看到 香港很明显 是一个高地价的政策 香港经济一好 很多店铺就倒闭了 倒闭了 倒闭了 挂牌了 一经济一好就惨了 我们平时去挂他食肢 挂草 挂草就没了 挂草就没了 没有了 就是一个很怪的 经济一好 那些人就坏了 不是说的 说经济好了 都不是 是 我今天有很多 是吗 是吗 香港的士司机是最好反映的 就是好反映香港的真正经济现象 他说十多年前 他驾驶的士 他都可以拿到三四百元 他说今时今日 八零元 没有了夜市 去了哪里 上了大陆 没有夜总会 全部去大陆 其实香港面对一个 所以说 结构性的问题 我一天不去面对这个结构性的问题 或者不敢去处理这个结构性的问题 我就常在这个热窝里面 或者恐惧去碰这个问题 没错 我们希望香港出路 香港进行大运动 我经常觉得 其实问题的根源 不是公务员的人工要那么高 为什么香港要那么高人工 一般人的生活 都是那么紧张呢 还有那么差 那这个就是我们将来 还有时间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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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贯测 我们香港出路 要拿换取 下次继续 我觉得真正正 我要讨论就是这个问题 就不是我们公务员的人工高低 好了 大家有机会 将来再和大家继续聊天